甭害怕不白做 妈妈照样给房钱 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你呢 给我雇一老妈子来 让他伺候着我 听见没有 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这点东西 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 我怎么花怎么折腾 也折腾不完呢 折腾不完呢 没关系 临死一闭眼 在你家了 我就不管了 现在可得赎我管 听见没有 你把老妈子找来 我给钱 我做得了饭 孩子上我那吃随便 吃 我不往外轰 不去 我也绝不叫 明白吗 藏房 雇老妈子去 老太太说完这话 这老大 左右开工 抡圆了自己给自己色大嘴巴 啪啪啪啪啪啪 打完了 爸妈妈 您别说了 您别说了 这是怎么说的 这是 您别说了 您这样 您让街坊邻居 让亲戚朋友听见 人家不骂我吗 人家还拿我当人吗 那我 我还是人吗 那问谁呀 我就不是人了 您怎么说这样话呀 怎么着 您住房 您给钱 这不是胡来吗 房子是您的 祖产呢 甭说房子 连我们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怎么着 顾老妈子伺候您 老妈子有儿媳妇伺候进吗 这有您的儿媳妇 想吃什么 吃什么 想喝什么 喝什么呀 老太太 您 我 我啊 找您生气了 我不好了 算我忤逆了 我跪在这 您打我 您打 您不打我 还打 这样又给自己一下 妈 您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了 爱翅膀怎么样 是您说的呀 我们不知道 您说的是反话呀 您不爱翅膀怎么样 您说话呀 这这都哪的事啊 还愣着什么呀 去 给老太太炖肉去 这就炖肉去了 老太太怎么样 带肉吃吧 随便 吃饱了 喝足了 领着老太太出去 听戏去了 大爷老颤着 走哪哪颤着 听戏去了 听完戏 晚上没回家吃饭 馆子里的吃的饭 老太太一天挺痛快 回来了 到家里头 倒了一碗茶 让老太太喝 妈您喝 您快喝 快喝 让老太太快喝 老太太这热呀 我给您遮着 两碗遮了遮 老太太把茶喝完了 妈 您 您 您歇着 床铺 对 好 大奶奶这就 把背弯给铺好了 妈 您睡吧 老太太说 我这么早睡觉干嘛呀 早睡早起 您得休息 大奶奶过来 这就要给老太太解扣子 老太太一瞧这个 没猪拐棍 蹭就蹦起来了 等会儿 给我脱衣服 儿媳妇笑 好心 我感激 可有一劫 现在不能脱 听见没有 我知道你的孝心 你好意 让我省事 你脱衣服 你好 就是现在不能脱 非脱不可 马上我可叫警察 可别说我翻脸 不脱 僵住了 大爷一脚 老太太 您 您想错了 您 您不脱 不脱更好 不脱更好 省得您受了夜寒 您睡您 您睡您 老太太躺下 睡了 把背弯给盖上 干脆说吧 这一晚上 大爷跟大奶奶 一宿没睡 干嘛 竟给老太太盖背 就盖了七回 明着是盖 按着是线呢 老太太睡着了吗 叶一背 叶一背 这叶呀 当中掏开了 干嘛 往腰里摸呢 摸了还不放心 拿着手电瓣往里照 一摸长的 一条一条的 摸完了 回到屋里头 两口子这么一商量 我摸出来了 长条的 五十两一条 没错 黄的 白的 白的 它不能弄条子呀 方的 圆的 有钉子 有刻子 看这意思 黄的多 白的少 可这么着 大奶奶 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 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你可 对吧 你可顺着点 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 我可跟你玩命 你看你说的了 我能那么傻吗 不那么傻 更好 可咱们都懂啊 这几个孩子不行啊 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 你会的几个孩子 把奶奶气走了 那怎么办呢 还叫醒了 嘱咐嘱咐 来小子们叫了 叫也不懂 叫那大的 起来 起来 十四五岁的大小子 玩了一天了 沾枕头就着 叫不行啊 不行他不行啊 可得 不行怎么着 不行就不叫嘛 那他把奶奶得子走了 怎么办呢 不行 抓脚心 这叫什么行为啊 咔嚓咔嚓 抓脚心 把孩子给抓醒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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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起来 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 他困呐 坐那儿冲嘴 这不是要命吗 这不是 那把奶奶得子走了 怎么办呢 哎呦 还不行吗 到外头水缸 咬了口凉水 过来 噗 到孩子脸上一喷 这孩子一打冷着 行了吧 行不行 不行外头再过过风 黑夜漫夜 这孩子受得了吗 孩子醒了 告诉你妈 现在奶奶身上戴着金子呢 戴着钱来的 在咱们这住着 你 管着他们俩人点 奶奶高兴的时候 你们就要尽力的 带奶奶跟前玩 如果奶奶一哄 一不愿意 赶紧把俩孩子领走 听见没有 如果你们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 把你们俩猴崽子 撕不撕不喂鹰吃 知道吗 孩子睡得一了八正 什么 什么呀 还没听明白 奶奶身上有金子 别得子走 我们躲着点就是了 睡睡睡睡觉吧 睡觉了 第二天怎么着 还是这样 老太太 想吃什么 不说话 熬鱼啊 炖肉啊 肝炸丸子啊 嚼不动啊 晦晦啊 反正 让这老太太吃好了 孙男弟女啊 围着老太太 团团转 老太太一甭脸 大伙就赶紧都躲开 呵 好了 这一下行了 老太太在这住了 没有四天 老二那知道信了 怎么知道的 大小子去说去了 我们奶奶走了一个多月 回来了 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 我爸爸说了 让我们孝敬奶奶 别招贪生气 走 老二知道了 第四天老二来了 进门 妈 叫完一句 坐在老太太对面 妈 你好啊 妈 老太太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毛病啊 你跟谁傲气了 我跟谁傲气啊 谁跟我傲气啊 我也不欺负人家 人家也不欺负我 我是恨我自己啊 恨你什么呀 恨什么呀 恨我老这骂名啊 人见夫邻居 亲戚朋友 人不骂我吗 同是您的儿女啊 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 不上我家去啊 老太太听 啊 我不去啊 孩子 你那连粥都没有啊 你才给我熬粥喝 你们喝不上粥啊 那是那几天呢 现在缓起来了 走吧 你 老太太给拉走了 抢了去了 抢了去了两天 大爷呢 这又雇车往回抢 到了二爷家里头 一瞧老太太没了 怎么让三爷那抢去了 孩子也传过去了 各简断节说吧 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 今儿这住三天明那抢去了 好吃好喝好待着 孙男弟女团团转 就这么抢来抢去 溜溜抢了二年半 这天呢老大找老二老三 商量商量商量 咱们研究研究吧 老二老三咱别这么老抢了 让监粉邻居亲戚朋友 笑话呀 抢什么呀 咱不就为 老太太要了那点东西吗 干脆开门件事 听见没有 咱们这样的了 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 在谁家住 谁家对老太太好 老太太当然说话 现在不提 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 老太太快死的时候 老太太提 说谁谁不笑 那些东西不分个他 谁对老太太笑 老太太不招出话来 老太太依据不说 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 咱们这东西也是三一三十一 分三股 老太太一说 谁对他们不笑 没别的说的 这东西就没他的 这主意怎么样 咱们不抢了 对对对 就怎么样吧 看谁对老太太笑吧 得 打这儿且 老太太更得劲了 谁敢不笑啊 喝 这个吃这个 那吃那个 那买这个 一会儿买个蜜柑橘 一会儿来个萝卜 老太太不能吃了 砸汁凝水 这就像个特别的主意 尽孝 大伙可都尽孝 可就有一样 嘿 哥儿仨 轴里仨 虽然这么笑 他们这六人心眼一样 都是 憋着一个字 让老太太 死 早死 六人心情都一样 就盼着老太太早死 她怎么死完了 一分得了 死完了 可是老太太啊 不死 不单不死 身体倒结实了 那么说怎么结实了 您看怎么结实了 他这里他有三大原因呢 头一样说七十来岁的人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想这样东西就到手了 头一个结实原因 第二一个原因 儿子儿媳妇孙男的女 围着团团转 说什么是什么 身体结实了 第三呢 第三更好了 您琢磨琢磨 身上带着四十多斤洗饼子 那玩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 更结实了 都不死了 不死可是不死啊 老太太那天呢 多吃了点鱼啊肉的 吃完了 心里就脚着堵的哼 不合适 不合适呢 又喝了两口污吐水 糟了 夜里头 茅房上了三趟 老太太心里明白 七十多岁人 晚上要拉三遍 隔不住 老太太一琢磨不好 这拉三遍隔不住 一会儿我一趴些 我这照了不过来 他们把这东西解下去 拆开一瞧 得 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 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 第二天一早起来 强杂症 拄着拐棍 出去了 都没起 老太太起来 出去了 干嘛 找街面一小孩 给了一块钱 你到哪 什么什么糊涂 门牌多少号 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 干嘛 接老姑娘去了 老姑娘还想如愿 怕这个东西 咕噜不过来 老姑娘没到十点钟 老姑娘就来了 老姑娘进了一瞧 好嘛 大爷正往外送医生 二爷正又接进来 老三也进来了 大爷请他中医 二爷请了中医跟西医 两样 老三 老三更甭提了 请了仨人 中医西医 额外还请了个桥乡子 这不倒霉催的吗 这不是 来了 这这都瞧完了 二爷这说 哎 老妹妹也来了 正好正好 那个什么 呃 你们 老妹妹 大爷 老三 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 还是给老太太 按照中医 这方子抓药 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 我马上就去抓药去 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 老大站起来 别别别别 先别忙 先别去 我有几句话说 这什么 老妹妹你来了更好 你要不来 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 呃 今儿个我谈点事情 别看 五哥仨 虽然分家另过 可有一截 亲弟兄 一父之子 一母所生 一奶同胞 脚蹬肩膀下来的 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 亲哥仨 啊 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 你们呢 你们哥仨 得帮我这忙 为什么呢 别让我唠这马名 我是怕唠马名 因为什么呢 家有长子 国有大臣 我是掌门长子 我住家 那份是老宅子 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 哎 当然呢 老太太 老太太在谁家住 也没关系 病的谁家 也没说的 不过有意见 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 要唠的别人家 不在我家 我这掌门长子 我这骂名 我怎么担呢 我担不起呀 这没别的 我去啊 顾量汽车去 我把妈呀 背在车上 拉回我家去 听见没有 你们哥仨无论如何 得帮我这忙 你们愿意去呢 一块去 他们轴里仨仨仨 愿意去呢 也一块去 听见没有 我这呢 你们要不去呢 过几天去 也成 再不然我 我我见你们啊 我我我 我顾车去了 说着话 往外走 哼 这位二爷 完蛋 坐着那 捋着小胡子 扎着滋味 听大爷这话 嗯 大爷说完了 二爷站起来 哼 大哥 好 哈哈哈哈 这个话 太光明了 太磊落了 好 哈哈哈哈 不行 告诉你 辨戏法啊 咱别瞒敲锣子 甭来这套 接回去 好吃的东西 吃进去 好笑话 再往外吐 吐不出来了 干嘛呀 老太太病到我这了 这就是我小子走运 这就是我的运气 想弄走 休想 就在这 老三爷 窜了 二哥那不行啊 那那那那 我们怎么着呢 这么一嚷 老妹们站起来 别别别嚷别嚷 听我说 听我说 对对对 听老妹们的 我说我说 你们不怕人 接风邻居 笑话吗 你们这么嚷嚷 你不就为老太太 邀了那点东西吗 那那那 那不能 不不能 不能什么呀 不能 不就这事吗 还瞒得了我吗 实话告诉你们 老太太那点东西 我都知道 但我那存着来了 怎么弄过去的 跟你们说实话 跟着我家中 一块过去的 这句倒是实话 是跟着家中过去的 他四十多斤习气 可不是跟家中过去的 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 跟着我家中过去的 这回老太太呢 非要拿走 我不能留啊 显着我爱财势 怎么着 老太太一手要拿走 那么着 他就围回来了 你们不是叫外这个吗 这个干脆 我出个主意 当然了 儿分家女友份 是不是 应当 每人一份 每人一份 我这闺女 也得情受一份 甭瞪眼 我不要 分离好死 我都不要 我不要可是不要啊 听明白了 我可有主权 我有分的权利 我这回 现在我出个主意 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 接走啊 老太太病得这样 这么大岁数 人不禁折腾 一折腾死了 怎么办呢 你们是笑 你们是不笑啊 这个这么办 那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养病 二哥 您去找个箱子 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 如果没有毛病 当着面 咱们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 搁在箱子里头 锁上锁头 钥匙我拿着 你们哥仨贴上封匹 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 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 他要愿意围呢 再围上 干嘛说这话 还留活口呢 恐怕回头 不让围了 那就不行了 好了好了 还得围 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 明白这意思吗 好了 他想围还得围 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 说是真死了的话 这东西我给分 我分我怎么分呢 你们谁对老太太 尽得笑多 谁对老太太尽笑尽得好 我是公平交易 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 我是分利豪斯 绝对不要 你们看这怎么样 大爷爷听 哎这这这主爷爷 好好 那么找箱子吧 我说好了 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 铁子 保险柜子 打开 钥匙呢 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 装在腰里 他贴着肉的地方 装起来 缝上了 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来 你们都别动手啊 动手不行 我给老太太解 解不开 怕戏法变漏了 拿拿简子来 脚 把简子摆着袋 嘎咚咚咚 脚开了 来来来 帮我搭 搭着不要紧呢 搭着也漏不了 搭起来 老大老二 谁也憋着抓一把 颠颠夺沉呢 四人搭 呱 往箱子里这么一扔 好几十斤重 夸插一下 呵 老大老二 行了行了 还写封品吗 你们哥儿仨都写好 一只箱子仨封品 一人写一个 一人写一个 先好切得咔嚓一贴 哎 就是我这话 谁对老太太 进的笑多 进的笑大 我就多分个谁 反正我有这主权 这么一句话不要紧 得了 这哥儿仨 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 中医啊 西医啊 什么贵重药品呢 糟了 他胡吃啊 不该吃的也吃啊 牛黄清新丸呢 牛黄安宫丸呢 他没到那个 寒大了 他还吃那个 呱呱这一大糟了 老太太 干脆说吧 拖了四十多天 老太太死了 老太太这一死 办事 先说这大爷 大爷怎么样 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 什么棺材 金丝难挂阴尘礼子 要铺盖整部的陀螺经被 底下铺经盖银 广那个这个身底下压着这么大 七个大金钱 还有这么大七颗珠子 平他那点家的 不衬了 怎么这几年花的够桥的了 这回呢 这回摆摆房子 荡出去了 荡房子 罚送妈妈 您能说这不孝吗